10月7日,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宣布,立法者们已经就提高短期债务上限达成协议,将债务上限延长至12月初。 协议允许债务限额增加4800亿美元,美国财政部估计这笔款项将允许其在12月3日之前支付账单。 预计参议院将在周四晚些时候投票。 一直以来,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都坚持让民主党们实施预算和解程序,在没有共和党支持下,民主党单方面完成。 不过直到周四,舒默仍旧拒绝预算和解程序这个想法,称提高债务限额应该是两党的共同责任。 美国联邦教育部10月6日宣布,透过大幅改革公共服务贷款免除计划,包括老师在政府机关或非盈利组织工作的55万名学生贷款借款人将受益。 其中,有2万2千人将立即自动取得学贷免除资格,无需另外提出申请。 在未来几个月采取一连串行动,包括先前由于贷款类型、偿款计划方式与规定不符合而被认定缺乏资格者,都将获得认定为符合资格。 另一方面,加州州长纽森6日签署了7项教育类法案,包括一项20亿美元的经济试用房投资,主要受益群体为大学生和教育工作者。 努力扩大学生财政援助,为申请加州州立大学或加州大学的本州学生提供数千录取名额,同时为就读社区大学并计划转学的学生提供更多优享政策。 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10月7日发布调查报告,详细说明了前总统特朗普和司法部高级律师试图推翻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结果的行为。 报告指出,特朗普曾9次直接要求司法部推翻选举结果,前白宫办公厅主任马克·梅多斯也曾向司法部律师施压,要求对选举欺诈的指控进行调查,此举违反了政府政策。 报告称,特朗普和其高级官员一直专注于利用司法部来支持选举欺诈的阴谋论,进而推翻选举结果,其举动是滥用总统权力。 报告还将被提交给特区律师协会,以便对司法部律师杰弗里·克拉克的协助欺诈和干扰司法行为进行审查。 该调查报告发布后不久,共和党参议员查克·格拉斯利的办公室发布了共和党版本的调查报告,反驳了民主党的调查结果,并为特朗普辩护。 美国辉瑞公司10月7日向FDA提交在5岁至11岁年龄段使用的新冠疫苗的紧急授权申请。 辉瑞公司在对2268名5岁至11岁儿童的试验结果显示,疫苗安全且有效,未发现严重副作用。 该年龄段群体需接种两剂疫苗,剂量是成年人的三分之一。 FDA代理局长伍德考克发表声明说,儿童不是小号的成年人,在使用疫苗时可能需要不同的剂量或不同成分。 该局将全面评估辉瑞公司提供的疫苗数据,以决定安全性和有效性。 FDA专家委员会将于10月26日就在5岁至11岁群体中使用新冠疫苗进行商议,决定是否批准辉瑞公司的申请。 10月7日,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桂冠官花洛·坦桑尼亚小说家阿布拉扎克古纳, 以表彰他对殖民主义的影响以及文化和大陆缝沟中难民命运的毫不妥协和具有同情心的关注。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他陆续出版了十多部小说和一些短篇小说,难民相关的主题贯穿于他的作品中, 主要描述殖民地人民的生存状况,聚焦于身份认同、种族冲突及历史书写等。 他展现的后殖民时代生存现状被认为具有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代表作有天堂、海边等。 接下来,从后殖民地人民的状况中,每当夜的FM有关系他没有想法, 这次电话已经在ían想了一句, 没有维后,随间简单的维护。 顺兽团。